比如说我一直背到儿子 你的心态老了 财教师真的是老了 1970到80的人代 我也上街头 这些非常惊悚的案件 背后都有它的社会成因的部分 我们要颠覆大家对台湾的想象 你在听我吗 大声一点 再大声一点 拎着你的耳朵 拉开你的天线 21点听台湾 有最坚强的客座主持群 我们不怕你大声 就怕你不发声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张婉如 我是戴声峰 欢迎您再度收听 21点听台湾 在每个礼拜三 我们邀请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的 副教授戴声峰老师 担任我们的客座主持人 与我们一起来分享心灵深处 好 戴老师在上礼拜呢 说了很多他自己个人有意思的故事 那今天这个礼拜 我们要把故事给拉大 对 我们要扩大一个层级了 对 感觉我们好像有格局的节目 对不对 好啦 戴老师 这礼拜我们要谈什么呢 其实呢 今天有一个 因为我们在岁末年中了 越来越接近这个春节 我想大家的情绪呢 心情应该都非常的亢奋了 或者非常的灰色 怎么说呢 因为亢奋有尾牙 然后有年终奖金的公布 然后你拿多少年终奖金 有人开心 但也有人苦闷 对 当然大部分我相信 至少有啦 有的话应该是个很开心 那如果没有的朋友们呢 这个也请您 我相信既往来年嘛 每个人呢 都有一个新的 一个期许跟一个愿望 那至于像我们公务员呢 也就没有什么好期许了 反正就是那个数字啊 你说了算就对了 固定了啦 对 你说了算了 对这样子啊 所以呢 其实呢 在这种岁末年中的时候呢 都有一些 其实人有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发现啊 每逢假日的时候 其实不是被撕青啊 其实呢 每逢假日的时候是 很多的仪式就会出现 诶 像什么仪式啊 非做不可的 比方说冬至刚 冬至你得要 吃汤圆 对 那端午得要 吃粽子 人的过年要做什么 就更多了 包风包嘛 然后放鞭炮嘛 放鞭炮嘛 对对对 以前要穿新衣戴新帽 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但是现在 其实穿新衣戴新帽 换句话来讲 好像很多的成年人 好像每天都在穿新衣戴新帽 对 现在网路随便购物一下 每天就有新衣服送过来啦 对 每天就有新衣服可以穿 对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也就是在除夕之前 大家都会所谓的除旧不新 对 那这个除旧这个部分 当然就包含了很多的 在有形上 物理上面的这种打扫啦 让家换然一新啦 弄得比较干净一点 那在一个心灵层面的话 我们就想要跟各位探讨的 也就是所谓的 过去这一年 带给大家怎样的心灵感受 这样的一个话题 过去一年心灵感受 很难说耶 因为有开心的事 也有难过的事 起起伏伏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 台湾有个趋势 就是说 让所有的民众去票选 代表字 你用什么字来代表 过去的这一年呢 在日本呢 曾经就从1995年开始 做了这个年度汉字的活动 那其中呢 我想1995年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大概就板神大地震 日本这个早 比较早一点 发生了很大的地震 所以那一年呢 汉字呢就选了震 那之后呢 随着社会的演变 还有重大事件呢 日本选出了非常多的 一些代表性的汉字 那其中呢 有一个字我个人 非常的喜欢 这个汉字呢 它的出现是日本的 现在我们把它叫做 是皇太子 这位皇太子 她的唯一的一个女儿 叫做进宫爱子 那当年呢 这位爱子公主出生的时候 那得到了 日本全国的祝福 那当年他们也选择 爱这个字来作为 一个年度的汉字 那我个人很喜欢 爱这个字 那当然爱这个字 包含了非常多温暖的层面 还有人际关系上面 彼此的友爱 亲情的疼爱 等等各方面的爱情 所以我相信爱这个字呢 对于不管我们今天 台湾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演进 其实都可以带来 非常好的一个社会上的 一个年拙 一个人际关系的 牵绊的一个作用 对我们接下来 来听一首歌曲 是戴老师所选播的 小虎队的爱 当然我们这个单元 也开放所有听众朋友 可以来点播 您自己心目中的歌曲 写下它的理由 还有适合播出的新旗 晚上就会择日 为大家播出 把我们的心里 藏在你的梦田 让地球随我们的同情缘 永远的不停撞 像天空大声的呼唤 说声我爱你 像那流浪的白云 说声我想你 当那天空听得见 让那白云看得见 谁也擦不掉 我们许下的诺言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 说声我爱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立中正大学 犯罪防治系副教授戴生风 即日起每周三晚间 九点到九点半 我在中央广播电台 二十一点听台湾 心灵深处与您见面 您被每天纷乱的新闻 和生活困扰吗 欢迎收听 心灵深处 各位央广的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张婉如 我是戴生风 刚刚上一个阶段 老师谈到了 日本曾经有一年 选出了一个爱字 代表那一年的代表字 那台湾呢 在去年了我们 2016 对 那我们自己台湾的民众 其实也选出了一个字 对 这个字看得有一点让人伤感 没错 这个字叫做苦 忽然间情绪都沉下来了 对 要叹气吗老师 对 这个2016到底有多苦呢 这个当然 这个是大家票选出来的 所以其实呢 我们的票选活动呢 是从2008年开始 到2016年 那我们举办了九年 所以呢 应该有九个代表性的汉字 那我就简单的呢 把这个台湾年度的代表汉字 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首先2008年呢 我们选出的一个字是乱 那2009年选出的一个字是盼 盼望的盼 2010年选出的一个汉字是淡 淡水的淡 2011年选的一个汉字叫做赞 这是我们脸书按赞的那个赞 那2012年呢 选的是忧 忧郁的忧 忧愁的忧 2013年选的是假 假东西的假 那如果大家想到这个 应该很快就会想到 那一年很多的假东西 比方说一些油呢 或者是也比较那个面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的这个问题啊 那当年很流行这个假这件事情 那到2014年 这个食安问题继续延烧呢 就产生了一个字叫做黑 那所谓的黑心商品 黑心商人 黑心食用油 什么什么的 就黑这个字又成为一个代表字 那2015年呢 出现了一个字叫做换 那这个换这个字呢 其实跟台湾的震惊状况 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也就是在2015年呢 有非常多重要的一些选举 那在当时的执政党 没有办法得到多数民众支持的情况之下呢 出现了非常多所谓的 位置上更换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些元老级的政治家呢 可能没有办法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了 那这时候呢 有一些新进的一些 我们这些青年才俊们 新鲜的加入了台湾未来的行列 那2016年当然我们就选一个字叫做苦 所以蛮奇怪的 换了以后变成苦 这好像 这到底有没有逻辑啊 对啊 换感觉好像是一个崭新的未来 是有前景的嘛 那苦呢 为什么今年是苦呢 我看看还是艺人杨成林 他所提出来的 他推荐理由是说 因为这一年很多天灾人祸 2016年台风一个接着一个 大家重建家园 很苦啊 救难人员也是很辛苦 真是辛苦的一年啊 去年果然 他说的台风一个接着一个 我记得 真的很多个 很多台风 结果造成蔬菜价格暴涨 对 这个真的很苦 现在水果也很贵啊 是啊 对 所以其实呢 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这些苦到底 这是换之后所带来的 短暂的阵痛的苦呢 还是一个长期未来痛苦的开始 开端啊 不过杨成林也后面还有一句话 我刚还没有说完啊 就是说他为什么推荐这苦呢 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时刻提醒 珍惜资源 爱护地球 即使有天灾 也不至于越来越严重啊 对 其实我们在人生的谷底当中 你还是因为都已经到谷底了嘛 接下来就是反弹了 没错 对 其实讲到这个人生中的谷底 最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脸书上面的一个粉丝团呢 他叫做每天来点负能量 不知道宛如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他一个非常有趣的另类思考 那他其中有一句话 我最近呢 特别有同感 他讲我们每次都会讲说 人生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 这个是很多人的座右鸣啊 没错 对 但是这个粉丝团呢 每天来点负能量 他的说法叫做呢 人从哪里跌倒 就在那里躺一下 休息一下吧 说的也是有道理啊 你跌倒了 也不一定要这么急迫的 赶快立刻起立站好 对不对 对 可能也许躺在那边休息一下 是上天要给你的一个 休息的机会也不一定 你看人生难得有几回 你可以躺着欣赏一些风景呢 没有错 所以呢 其实苦这个字 换句话来讲 在中文来讲 有更多具有正面的意义 我们可以说苦尽甘来 我们可以说苦中作乐 那我们往往也都会知道呢 苦背后所带来的是一种 付出的感受 或者说叫做吃苦当作吃补 也许每一次的人生中的苦境 逆境 这些都能够带给我们 未来成长的一些养分 吃到苦的时候 慢慢去享受 可能也是一种滋味 毕竟人生都有各种的味道 对 如果一直陷入这种苦 就真的是苦下去了 对 好 2016这是台湾的代表字 老师透过很正向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苦这个字怎么来解读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其他的地方 也有代表字的一个票选 对 没错 那我们呢 就看我们跟我们这个 关系最紧密 这个中国 中国这边呢 他们也大概从2006年 比我们早一点开始呢 有这个所谓的年度汉字 不过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 中国这边呢 他会选所谓的国内汉字 跟国际汉字 就是国际社会比较显示出来的状况 以及在中国大陆内地本身自己的一个状况的代表字 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国内年度的代表字 在我们在网络上收集到的一些资讯的结果呢 从2006年的潮到涨 2007年的涨 2008年的河 2009年的被 被动的被 2010年的又是涨 可见他们涨得很不得了 是物价涨吗 物价的涨 通货膨胀的涨 然后呢 那他们写的更开心一点的 比较正面 叫做国力热情干劲的上涨 体现了人们对于国家实力 社会生活 自身工作等方方面面节节高的期许 真的有台湾早期那种在经济起飞时候的那种 真的一切往光明面看的那种感受 好像手都要开始握拳头的这种感觉 感觉要抓住一点什么的感觉 那那涨过头了到2011年就变成控 控制的控了 因为如果不好好控制到2012年变成一场梦了 他们选了一个梦这个字 那13年很有趣的出现一个房 我想这个台湾可能也许有一天会出现房吧 不管你要打房不打房总是个麻烦 这个打了房 经济好像就是就少了个动能 不打房人民又追不到房子住 总也是个麻烦 是个矛盾 对这个是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到2014跟15年呢 在中国内地是选出了法治的法跟联能的联 那我想从这些字的部分 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中国这个发展的一个境况上面 整个历史的脉络呢 其实就朝着一个法治的社会 一个联能的社会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进行发展 这是个非常正面而且令人期待的一个方向 是我们现在收音机旁 或者是APP收听的听众朋友 手机旁边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 带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没有道理没关系 你赶快在我们的脸书 留言 告诉我们到底中国大陆 你们怎么自己看自己的年度汉字呢 对 刚刚还没谈到2016年吗 这个去年大陆的年度汉字 听众朋友你怎么样看去年 你一整年 如果用一个字来说的话 你会说些什么呢 我们近一段广告 同时宛如也在脸书跟微博上等待您的留言 我们稍后再回到今天的21点 听台湾 21点听台湾收听游礼活动登场 方法一 收听元月二号到十三号的节目 写下五十个字以内的评后感 方法二 为自己喜爱的单元或客座节目主持人 投下神圣的一票 还有写下投票的原因 也是五十个字以内 票数无限哦 方法三 把您的文字email到 21小老鼠rti.org.tw 方法四 收听或收看元月十九号到二十五号 二十一点听台湾节目的脸书及微博 call in现场直播 我们将邀请得票率最高的客座主持人 在他的节目现场抽奖 并发表得奖感言 一位最最最最幸运的听友 将可以获得主持人特别准备的神秘小礼物哦 再次强调票数不限 如果每天的单元您都喜爱 绝对欢迎天天来投票哦 二零一七年咱们一七高调支持 二十一点听台湾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欢迎继续收听二十一点听台湾 我是张婉如 我是戴神风 今天戴老师担任我们的礼拜三客座主持人 那刚刚呢 我们说到了台湾 还有中国大陆的年度汉字 那在接下来 老师是日本通嘛 所以接下来老师一定不能错过 日本 他们的年度汉字是什么 一个趋势又在哪里 好的 那其实日本大概从1995年左右 这个当然日本年度汉字 是一个非常盛行的一个活动 那日本每一年的年度呢 都有选拨一些 选择一些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 来作为整个一个年度的总结 其中呢 大家注意的有年度汉字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叫年度流行语 对那像我们先带年度汉字 等一下会提 但是我们先提一个很有趣的年度流行语 大家应该记不记得去年 有一首歌只用47秒就得到了这个 美国的这个流行约告示榜的这个进榜百大 大家应该都记得在I have a pen 这个PPAP 那这个PPAP呢 其实大家就看好非常是入选 这个年度流行语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实际上每年日本都会对这个 整年度的流行做一个总结 所以其实在1995年开始 日本就针对它的年度流行状况 或者是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呢 做了汉字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这个汉字的说明 大概1995年开始是从地震的震开始 因为1995年这个板神大地震 那同样的这个震这个字呢 大家可能会想 2011年日本东日本大地震 也是非常大的震这个字 我刚以为您讲震的时候是在这个福岛的震灾 福岛的就是这个东日本大地震 其实不是那是1995年的板神 对板神大地震 所以呢在2011年其实这个板神大地震 因为已经震这个字对日本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宿命 因为日本的确是一个地震大国 所以在2011年虽然也发生了东日本的大地震 但是当年他们选出来的年度汉字却是半 这个半呢在中文来讲就是一个密字边 然后写一个一半的半 那在日文的意思叫kizuna kizuna的意思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牵绊 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 我们之间的联络等等 那它是一个非常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字 那这个字代表的意义呢 就是我跟你彼此之间的相扶持 我们彼此呢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度过了这一段地震啦 天灾啦各方面的一些辛苦的过程 是一个字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在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人际温度就会非常的令人家感动 所以呢日本的汉字 除了这些富项的社会事件多发的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会选择出来以外 其实他们有几个让人家蛮感动的 希望台湾未来也能够达到的 就是他们在2000年跟2012年跟2016年 这三个年度分别选出的字都是金 金 Surprise的那个金吗 还是什么金 Gord金色的金 金色的金啊 对 金这个字呢 其实呢在日本有两个意思 大家去日本玩都知道 日本不会讲钱 他们钱这个字比较少用 他们讲的钱叫お金 那些汉字写起来就是金的意思 所以其实金有一点钱的意思在 那当然2000 2012 2000 2012 2016 为什么都是金呢 对 为什么 这个差的年份 王若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都是四的倍数 真的耶 对 因为呢这些都是奥运举办年 也就是说呢 日本在当年他们的体育选手 在2000年 2012年 2016年 这三个奥运举办年份里呢 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呢 金牌的这一种 他们叫做金牌的这种 呃 赶集的感觉 哇 好多好多金牌 一直赶着涌进日本来 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让日本人呢 重新建立了自己的一个 对体育上的自尊心 是 所以金就是很正向的一个字 年度代表字 对 好 老师这样子 我们综合来看了这么多 从呃 台湾到中国大陆 到日本 这个年度汉字的票选 是对 哎 我们接下来要谈一下 心理学的专业了 是 对一个在地的民众来说 是 这代表着什么意涵呢 嗯 其实这样的一个年度汉字 往往代表的是 整个社会的一个流向 以及人民 人心的 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是什么啊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说 这些年度汉字呢 给了我们一个 对于一整年的回顾的 一个温暖的感受 那其实人们都有一个 很有趣的心理的一个特征啊 我想各位朋友们 应该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回忆总是选择最美好的一页 人们不太会去希望选择自己的过往的痛苦的层面来回忆 好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例子 初恋 对 初恋总是最美的 没错 对而且一定要没有结果才会美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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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孙姬坊有没有听众朋友一直在点头呢 初恋如果有结果 感觉好像就 诶 现在看看原来是身边这个 好像有一点破灭 对啊 这是人很吊诡的心理状态啊 对 人一定要没有结果 我才充满着无限的幻想 对 所以其实很有趣的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当人们在对自己的过往 在做一个定义的时候 其实是幻想着自己的未来来做的 也就是说呢 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会对照着我的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 来做一个设定 所以当我们设定未来 我们设定去年是苦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着我们心中是向着 甘甜的 向着美好的 向着希望的一面 我们希望这样来努力 所以从人心的角度上面 也许各位会发现 诶 好奇怪哦 为什么台湾选的汉字总是很难过 总是灰灰暗暗的 没错 但是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的话 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想要更好好 还要更好 对 我们希望让自己能够更好 对 我们希望能够站在一个 虽然今年不是那么的称心如意 但是我明年还会再更加努力 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现在是即将要迎接旧历年的新年 因为一月底马上就要过年了 对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字 来代表自己过去 可能苦 真的是过去式了 不是未来式 是没错 那我们来聊聊戴老师 戴桑 你的年度代表字是什么呢 2016 2016 我觉得2016年对我来讲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想选的一个字呢 这个字 就用一个字来代表 我想用的是语言的言这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呢 在今年的这个2016年 我有非常多的机会 就像跟宛如您认识以后 我有很多的机会呢 在比较公开的场合 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跟想法 这些言论的部分 言的部分 那但另外一个角度 我也曾经呢 因为自己的 是不是在网络上的留言 有一些比较不妥的部分 也许呢 也得到了一些网友的指证 或者就是说呢 受到了一些比较 可能有些比较 对我来讲 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这些部分都给了 我很大成长的一个机会 那这样的一个养分呢 其实我相信呢 未来我也希望 我的言论 我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 都能够带给各位 更多正向的思考 即使是负向的话 你们都可以带给大家 一个反省的一个想法 我们一起在这个言 这个语言 这一块上面呢 来做更好的一些 体会跟互动 果然教授就是教授 一个字可以讲这么多 好啦 报应了 老师你笑台答声 言 你看 这看起来很虚幻的一件事情 然后结果老师 可以说到正向 可以说到负向 我的代表字是什么呢 2016年听众朋友 我的代表字是感 这个感呢 是感谢的感 感谢的感 我想我很多时候会留言 跟听众朋友互动 在网路上互动 我都会留这个字 感谢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一个节目主持人来说 如果我们没有听众 就像我卖东西 没有客户来买 一样的那种感觉 可是呢 我们的央广听众 每次都让我很感动 因为我只要在网路上 po一个东西 我们呢 粉丝业的粉丝 就会开始帮我传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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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今天 代老师要来我们的节目呢 我们的听众 也会帮我 也会做大力的宣传 是 这如果没有这些热情的听众 没有让我 这么感动的听众的话 就不会有我 跟代老师 坐在这边了 对不对 是 没错 这是一个很大的缘分 真的 所以今年度2017年 一个崭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希望我自己是带着2016年的感动 到了2017年 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整个工作时间的调整 本来是一大早上班 现在呢 是留着晚上上班 陪伴着大家 如果晚上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我会很感伤 那个感就变感伤 不是感动了 没错 现场call in 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互动 那个时候 听众朋友 不能只有我跟代老师 网路上也要有你 是 希望我们能够站在一起 是的 好 那接下来 老师 我们两个代表字都说完了 是 还有哪一些 您说日本 他其实每一年都会选出一些流行语 对 那台湾我们目前好像也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但是我觉得流行语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不知道宛如记不记得 像网路流行语很快 对 对 从今年 也就2016年 你记不记得有哪一些流行的梗 一瞬之间流行完 然后过了 洪荒之力吗 洪荒之力 那算媒体上来的 好 还有没有网路上 就是完全无理头 怎么会出现的 大平台 大平台 完了又报应了 看到我笑声 真的要笑声一点 太开心了 老师 您讲的是这个字吗 还是到底是什么字 我说对了吗 对啊 当然对 我一百分 对 可是你看我们从年初 开始有所谓的那个宝宝梗 还记得吗 现在也没什么宝宝梗 对啊 对 然后后来还有 大家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这个海涛法师讲的 假的 都是你的眼睛业障重 是 对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然后还有像是后来的蓝瘦香菇 蓝瘦香菇 可能听众朋友如果在海外听不太懂 蓝瘦就蓝瘦的蓝瘦 就是胖瘦的瘦 蓝瘦听起来就谐音 就是蓝瘦的意思 过得很难过 蓝瘦 那香菇呢 我们吃的那个香菇 它的谐音就是 香菇 好 那其实它是一个大陆的一个 推特上面的一个很短的一个影片 那就是一个好像是南宁那边的朋友 是不是 那他用一个比较香音的方法讲 蓝瘦香菇 我只要这就变成蓝瘦香菇 它的缘由是这个 我发现戴老师戴赏很容易跟得上时代的潮流 因为上课不讲这个学生会睡着 他睡了我也没有眼神 你也跟我一样是需要群众的 当然当然当然 这个需要跟大家站在一起的 是 所以在校园里面其实还有蛮多有趣的一些故事 现在在台湾当大学教授 可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能一本书走天下了 对没办法没办法 这个讯息要及时更新 然后呢网络的这些网红用语 可随时都要跟得上潮流 那当然有的时候很好玩 就是当你讲了一些这些用语的时候 同学跟上来的速度很快 那一瞬之间就忽然间接上来 耶老师也懂 眼睛就亮了 对很bodybody的这种感觉 蛮有趣的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 担任这个工作 那就接触到了很多这种 比较新的一些用法啦 这些我们叫做新的网络流行语吧 那其实这些流行语 换句话来说 其实他们的生命都不长 我相信宛如可能不知道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在没有网络 那么快速的年代的时候 一个流行语其实蛮久的 我记得在我高中大学的时候 光有一首歌 林强先生的 向前走 哇这三个是流行好久好久 没错 对然后还有 像是爱拼才会赢之类的 不只台湾红啊 大陆也很红啊 这首歌 台商老板每次去大陆都要唱这首歌啊 对或者像是那个酒后的新 我没水 我没水 类似这种 我们都有好长的一个流行的一个 一个时期 那但是现在感觉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 不管是流行语 网路惯用语 还是歌曲等等 它的流行的这种叫做热门的期限 我觉得不算赏味期限 算热门的感觉 好像一下就过了 对早期 比方说像去年还发生这个 大家应该都知道 所谓的泛舟歌 还记得这个人吧 记得啊 台风天要干什么啊 就是要泛舟啊 网路用词 对 很红 对 红了一阵子 台风过了 它也就过了 对 所以非常的快啊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网路的非常流行迅速的这个时代里面 变成如何创造出这种快速 简便 那也有一点点素食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的语词 那其实是一个现象 那相对来讲呢 这种年度汉字呢 就更显得它民族珍贵的部分 也就是它可以带来一整年的一个反馈 今天很快的时间也就到了 每个礼拜三 心灵深处 由戴声峰老师带着大家进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明天节目有任何的感想 欢迎来信给我们 我们不只有微博 有脸书粉丝团 也有email 如果你有意见可以写个email给我们 我晚如也说得到 email是21 小老鼠rti.org.tw 今天礼拜三也非常谢谢戴声峰老师 我们下礼拜见咯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 听完了这些台湾 中国 日本 的年度汉字以后 您的年度汉字又是什么呢 其实用一个字来概括一年 感觉总有些不够吧 不过呢 我想这些代表字 应该都是来自你心里最深处的一个声音 记得把这些字记录下来 每一年 你一定会看到自己不一样的变化 祝福各位